第1585集 顷刻间 鄂雷雷云直接锁定了天道虚影 将其认定为主要的渡截者 直径百丈的紫霞雷电迅速披落 一道爆炸声传出 天道虚影寄出蔑视杀箭 强行劈开了这一道鄂雷雷电 他细细一观察 发现从空间裂痕中飞出的鄂雷雷云无比庞大 足足有千万米之长 瞬间差一道 六重鄂雷雷结 鄂雷天结也分作三六九等 三等鄂雷雷结便需要经过三重鄂雷的轰击 并且鄂雷只是寻常的鄂雷 六等六重鄂雷雷结便是六重轰击 并且是鄂雷中较为强大的紫霄雷电 微能是寻常三等鄂雷雷结的五倍之强 唯有绝世天骄才会肚子结 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白衣面杀女子天赋如此之高 天道虚影本体为天道 但掌握的也只是一方天道 并非宇宙天道 鄂雷雷结它是无法掌控的 啊 杀 灭世杀剑 破 给本尊破 破开 天道虚影爆发全力 手中凝聚出一柄柄灭世杀剑 朝着袭杀下来的两道紫霄雷电 轰击而出 六重恶雷天结 第一重是一道紫霄雷电 第二重是两道紫霄雷电 第三重是三道 以此类推 第六重便是六道 微能从一倍提升到六倍之多 倒是没有像其他天结那般 雷电数量乘几何数量增加 不断有爆裂声传出 被击溃的残破恶雷雷电 都能破碎重重空间 甚至击穿整个血海 第三重恶雷雷结 天道虚影独自抵挡两道 未影抵挡一道 此刻杜杰便是利用恶雷的力量 来消耗天道虚影的力量 无尽的爆炸声传出 直到数十分钟后 恶雷结才堪堪停止 六重恶雷结总算是度过了 却见天道虚影无比虚弱 甚至有溃散迹象 浑身乌黑 至于卫影也是受伤不清 战力三不存一 口喷鲜血 哪怕迈入了斩恶境的一层天 却也失去了很多战力 哇 他的战力不足了 天道虚影 却还有一成之力 叶洛尔看出了问题所在 不愧是天道的虚影 哪怕一道分身都能硬扛六重恶雷结 还能剩下力量 至于卫影杜杰成功 但是受伤不清 大道都有些破损了 哪怕得到了杜杰后的滋补 却也是战力大减 该死该死 你们这些老仪 本尊一招就能灭杀你们 天道虚影 暴鹤连连 汇聚全身力量 凝聚出一柄灭尸杀剑 此刻的灭尸杀剑威能 稍微小于最初的 那一柄灭尸杀剑 却也有着 太虚境后期的强者的 全力一击的威能 叶晨勉强起身来 他眼眸星红 这一幕幕让他愤怒 他祭出诸天神魔枪和兽朽剑 两道清脆声音传出 枪和剑被打飞出去 灭尸杀剑却依旧袭杀而来 此刻 夜晨 夜洛尔 魏影等人 都已无多少战力可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灭尸杀剑落下 只要剑身落下 那么三人都得死 包括已经迈入 斩恶境的魏影 陡然间 北面一阵白光重天 巨弹悬浮而出 巨弹的虚影凝聚到极致 身形有万丈之巨 看着就像是一头血色金魔狮一般 逆天冲杀而出 他迅速飞到灭尸杀剑的身前 口中喷出道道盛宴 不断消磨灭尸杀剑的威能 很快 爆炸声传出 最后一柄灭尸杀剑爆裂开来 小黄的虚影彻底消散了 巨弹跌落在夜尘身旁 苍穹中天道虚影 因为力量消耗完毕 直接溃散开来 神国 天道宫中 轩辕墨爷吐出一口鲜血 神色惨白 他感受着虚影分身的溃散 暴怒不已 气息绽放而出 引得天道宫诸多弟子被镇伤 哪怕天道宫外的侍卫也是神色一阵 连忙赶去询问 该死 我的分身被他们消灭了 此次不过是封门镜而已 却能将我拥有斩恶镜战力的分身消灭 不可多留 不管你是谁 我势必要找到你们 还有那个迈入斩恶的少女 冰寒属性逆天天赋 我翻遍神国就不信找不到你 轩辕墨爷怒火冲天 当即叫来了一众长老 这一次他真的怒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破碎自己的一切 所有强者护着这个封门镜 难道这小子真能毁灭天道宫 他绝不允许 天道宫诸多长老汇聚 皆是排名十到三十的强者 天道宫的长老极多 当中便不乏有逆天般的存在 并且数量还不少 轩辕墨爷扫视着眼前到来的 十几位长老 言道 现如今 我发现一人 以封门镜之修为 居然斩掉了我的力量分身 此次过于逆天 绝不可留下 那染血因果镇的进度 加快到极致 并且要加强到极致 还有 我等不了这么久 你们立刻前往无尽之海和陵武大陆 遵命 我等马上随您一块出发 诸多长老用传讯令牌 吩咐弟子照常行事 其余的长老也是如此 这些长老可不是想轻浮的 每一个都管着一大摊子的事情 所以出动也需要时间提前弄好自己手中的事 谁知道会去多久 怨灵之地中 此刻夜尘神色有些凝重 说道 天道分身溃散 其本体必然率领极强大的长老来追击 应当都是斩恶镜的存在 他环顾四周 抓住叶洛尔的手说道 我们得迅速找到你父亲 圣龙家族上代家主 龙成天 坠落无尽之海后便了无音血 但是从叶洛尔的感受来看 龙成天没有死 而在这没有边界的血海 来回寻找龙成天将会极为困难 卫影站起身停顿片刻 微微抬起纤细的手掌 指尖射出一道白光 渗入了叶洛尔的眉心 颜道 这些力量会引起你体内血脉的共鸣 只要你们寻找的人没有死 血脉共鸣 便会让你们找到他 听着魏影的话语 叶洛尔微微睁开双目 陡然间看向北面 言道 我父亲在那边 听他说完 魏影就消失了 叶洛尔本想寻找面纱少女的身影 当面感谢 却发现少女离开了 依旧带走了乌芒 他不知道少女为什么要处处帮他 甚至以生死为代价 自己何德何能啊 他默默地记下了这份恩情 若有机会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暴打 走吧 叶洛尔抓着叶洛尔 直奔北面而去 两人速度快到极致 很快便是在煞气最重的一处地方 见到了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在一片血海之上 盘腿而坐 吸收着什么 父亲 叶洛尔身躯颤抖 此刻的龙承天 周身布满血煞纹路 极其猙獰 甚至叶晨 从龙承天的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冰冷之感 他看不穿龙承天的修为 那么龙承天必然在斩恶之上 只可惜如此修为 代价太大了 恐怕坠入无尽之海后的龙承天 收获的东西 不光机缘那么简单 龙承天睁开眼眸 自然发现了叶洛尔 他眸子一正 随后看着叶洛尔激动到了极致 他知道 此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是他根本不敢靠近叶洛尔 他的身躯在颤抖 泪眼婆娑 他想说什么 却最终还是往心里咽 作为一个父亲 他并不想拖累自己的女儿 他唯一的血脉 爸 我和叶大哥带您离开 叶洛尔想冲上前 但是龙承天却是大手一挥 一道充斥血煞的墙壁自然而成 叶洛尔根本无法靠近一步 爸 为什么 叶洛尔懵了 他不曾想过会是这样的结果 为何自己和父亲见面了 父亲却保持着距离呢 龙承天擦掉眼角的眼泪 对着无尽之海的苍穹大笑了几声 随后 镇定地看向叶洛尔 我龙承天 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而你却是一个合格的女儿 这便足够了 我龙承天从未奢求过苍天 能让我见女儿一面 哪怕背上永世的折磨 但现在我满足了 真的满足了 洛尔 为父不能跟你离开 当我坠入无尽之海的时候 就注定无法离开 我的周身缠绕着千古之煞 这些煞气让我活着 让我强大 却限制了我 我若离开这里 周身的煞意 会吞噬我的灵魂和一切 到时候我便不是龙承天 而是一尊恶魔 甚至你会死 曾经我想永久封印于此 但是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我会用尽一切手段 镇压身体的煞气和邪性 或许有一天我会出去 我会去找你洛尔 但绝不是现在 洛尔 你走吧 我能感知到你身体的血脉 远超我和你母亲 甚至远超我们圣龙家族的 任何一人 你的血脉 是真正靠近九天神龙殿的存在 这是我龙承天最自豪的事情 此刻的夜尘 眸子一缩 从龙承天的话语来看 洛尔果然和九天神龙殿有关 甚至是万年难得一遇的 凡族现象 龙承天似乎也感受到夜尘的波动 目光突然落在夜尘的身上 随后眉头一皱 我竟然看不透你 以洛尔的实力不可能安全踏入这里 或许这一切都因为你